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讲说呢 他要问一下训犬师哦 训练小狗用惩罚的 还是奖励的 达到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呢 因为他们家的小狗呢 不允许做的事情 包括咬人咬桌子咬拖鞋 他都说不行不行不行 要把他从这个狗狗的嘴巴里面拿开 但是完全没有效果哦 那跟他说不行 他没有要停下来 但是他在想说 我可不可以给他一巴掌打下去 然后他的狗狗会比较记得哦 这听起来是有点恐怖的 但他想说 如果我用奖励的方法来训练他 比如说呢 他只要一做好 我就给他临时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呢 因为他说他在这个奖励狗狗的时候呢 他发现狗狗其实也不太听他的哦 有时候他想要用这个点心来引诱他 这个狗狗有时候还不理他哦 那他在问说到底怎么样子 才能够把狗教得好哦 有没有这个经验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养狗呢 这个我自己觉得 自己这个养小孩 也有同样的一个烦恼耶 你应该是要这个很严厉的训斥他 然后跟他讲道理 还是说呢 常常要奖励他 他做好的做得很好的时候 给他一张小贴纸 收集五张小贴纸 还给他一个小礼物 所以到底应该是奖励的比较有用 还是用他这一种很严格的方法 给他这个体罚的方法来教养狗狗 是比较有用的呢 我们中全俱乐部的Lio老师在线上了 我们赶快来接听一下 哈喽Lio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是 现在啊 我听他那个讲了那个题目 他现在呢 小狗是有的时候跟人的想法一样 有的时候跟人的想法不一样 他在获得主人注意力 获得主人关注这个事情 跟我们小孩子一样的 小孩子呢 获得妈妈的注意力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做正确的事情 一种是做错误的事情 这两种行为都可以获得到 获得到妈妈的注意 或者家长的注意 所以狗狗也是一样 不管是他做对的事情 还是说做错的事情 只要主人关注他 他都觉得主人在爱他 所以说 他无所谓的 就是说 你采取打的方式是不行 比如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狗狗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主人没有夸奖他 反而他乱咬一个拖鞋呀 这个时候 他就拖鞋就像遥控器一样 他一咬拖鞋 主人就冲过来就打他 他说平常你不陪我 我一咬拖鞋的时候 这个时候主人就陪我了 那算了 我认可让主人陪我 我也认可 去咬破坏 然后就被打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狗狗是非常爱我们的 狗狗只是说 想跟我们多一些互动 他这个解决的 他这个问题呢 是很多小狗都常见的问题 我教他解决的方法呢 是一个呢 是小狗带上绳子训练 就是说小狗出来玩的时候 你带上一条绳子 这样呢 他想乱咬手啊 乱扑人呢 你可以抖动的扯绳子 跟他讲 不行 用绳子控制他一下 再一个是呢 一个是呢 我们跟狗狗讲 不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主人通通是跟我们讲 狗狗讲 不行咬人 不行扑人 不行乱咬手 不行这个 不行那个 但是我们没有告诉狗狗 可以做什么 我们告诉狗狗 一个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告诉狗狗 什么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所以一定要配合着 比如说他扑人的时候 我们用力的扯动 那个狗狗的绳子 跟他讲 不可以这样哦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 看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马上讲 OK Good boy 马上给他一个奖励 如果你手里没有零食的话呢 你也可以口头上的夸奖 OK 这样呢 做错事的时候呢 你马上告诉他一个 什么是你应该做的 马上告诉狗狗 一个正确的事情 OK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道理的 而且要马上就做 不要说哦 我等三个小时以后 我有空 是再好好的跟他讲解 这个什么样是对 什么样是错 他一做了这个反应 我们马上立刻就要行动 摸摸他的头 跟他讲Good boy Good girl 还是说呢 跟他讲说不行 就要赶快拉他的绳索 所以这个训练的话 我们是这个温柔并济 这个又要严格 然后其实要给他奖励的时候 也应该要给 这都是要拿捏好的嘛 是不是 所以如果他现在 你刚刚是说 不要让狗狗觉得说 他一咬拖鞋 我们就赶快注意他 所以他在咬的时候 我们要 不注意他吗 还是我们拿别的东西给他咬 好 您问的非常好 首先是两个问题 当狗狗非常乖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的狗狗安安静静趴到你脚边 或者是趴在笼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说 狗狗马上给他奖励 你狗就说 咦 我趴到地上都有奖励 OK那好 那以后我就趴点看 多趴一点 这是我们希望的 再一个是 比如说狗狗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像您讲的 我们马上制止 如果做对了以后 我们马上夸奖 我们情绪转换的要非常的快 这个说 No不行 如果他做错 做对了 马上改掉 说狗狗马上夸奖 哇 所以我们当主人 真的要特别用心 不要以为说只有狗狗 都是来陪伴我们 娱乐我们 然后给我们快乐的 其实呢 我们只要多用一点 小心的这个在教育的话 他会赔得更好 我们跟他相处才会更融洽 再次感谢我们中全俱乐部的 Lio Lu 我们的Lio老师 谢谢你的这个教育 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 谢谢